不過錦平街東發大廈C座 星期一被納入強制檢測後 第一天270個居民的樣本有5個初步確診 而之前已有8宗確診 專家相信6和7號單位出現水積傳播 C座這兩岸門牌的住戶需要檢疫 而旁邊A、B和D座也納入強制檢測 紐齡56年的東發大廈C座 強制檢測接連發現初步感染 引起當局關注 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 和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 歐家榮等到場試測 13宗確診或初步確診個案 分佈6層一共8個單位 其中7個在同一座向 大廈每2個單位共用1個天井 專家說可能是因為天井密封設計 當害抽氣線的時候 造成個別單位出現垂直傳播 而那些天井位是非常合襲的 所以如果他們不開槍 就這樣去開抽氣線 那些熱氣就會很容易向上升 造成垂直傳播的情況 而且也有其中一些護主告訴我們 就是他們在廁所間中就聞到臭味 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 如果居民在這兩個座向 即是C6 C7這兩個座向 仍然留在裡面 對於他們有危險 要撤離的居民如果有病徵都會送院隔離 袁國勇說東法大廈扭寧大 設計和衛生情況不理想 傳播病毒可以很快 不排除稍後有更多居民要撤離 袁國勇引述居民說大廈裡面有劏房 但暫時沒有個案涉及 他呼籲大廈的居民不要打開天井的窗 當使用浴室或者廚房的抽氣線的時候 然後不要關門 當局晚上把東法大廈的A、B和D座 都列入強制檢測 居民和最近14天逗留過2小時的人 星期五或之前要完成檢測 老仙電視記者吳心瑜報導